18年职业生涯换了4支球队 为了得到不同时期的雷阿伦 各支球队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时间回到1996年的NBA选秀大会 21岁的雷阿伦在首轮第五顺位 被明尼苏达森林郎队选中 正当球迷们期待 这位来自康涅迪格大学的明星后卫 将要前往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布利斯市与加内特联手之时 交易发生了 尼尔沃基雄鹿队用第四顺位选中的 斯蒂芬马布里作为筹码 与斯林郎队交易得到雷阿伦 来到米尔沃基之后 雷阿伦凭借扎实的篮球功底 和自律的训练习惯 很快便成长为球队核心 生涯第三年帮助雄鹿队 时隔七年重返季后赛行列 生涯第五年 不仅首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同时带领雄鹿队 取得52胜30负的东部第二常规赛战绩 尽管他们在那一年的东部决赛 以3比4输给艾弗森领军的费城76人 但是这个出色的赛季 还是让米尔沃基的球迷们 看到了这支球队的希望 可惜剧本并没有按照理想的方式进行 2001-02赛季开始后 雷阿伦继续保持火热状态 他场均出手7.7次3分 命中率高达43.4% 虽然凭借229季3分 荣英生涯首个三分王 可是雄鹿队只拿到41胜41负 最终无缘季后赛 主教练乔治卡尔认为阿伦的自信 在某种程度阻碍了球队的前进 如此言论也导致两人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发 由于三分球在当时的联盟竞争环境中不受重视 因此管理层并没有站在雷阿伦这边 而是决定送走这位培养了七年之久的当家球星 最终在2002-03赛季中期 雄鹿队与西雅图超音速达成交易 雄鹿队27岁的雷阿伦 23岁的罗纳德姆雷 31岁的凯文奥利 外加一个2003年的首轮选秀权 作为筹码送到西雅图超音速 从而收获经验丰富的35岁老将加里佩顿 以及25岁的运动型摇摆人戴斯蒙德梅森 来到西雅图之后 阿伦的个人数据得到进一步提升 全面的进攻手段和关键时刻的大心脏表现 让他逐渐躋身NBA伟大射手的行列 2005-06赛季更是投进269G三分 成为NBA历史单赛季命中三分球最多的球员 他与刘易斯组成的超音速双子星曾被记忆厚望 然而在两人合作的四个半赛季里 超音速只打进一次季后赛 2006-07赛季 雷阿伦的场均出场时间达到40.3分钟 场均能够砍下26.4分4.5篮板4.1助攻 但是超音速只拿到31胜51负的西部倒数第二战绩 随着球队在选秀大会 以榜眼签选中18岁的凯文杜兰特 管理层也开始彻底推倒重建 他们先是通过先签后换的方式 把二当家刘易斯送到奥兰多魔术 从而获得一个四轮选秀权和90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随后又把大当家雷阿伦和刚刚选中的格伦戴维斯 送到波士顿凯尔特人 从而收获当年的五号秀杰弗格林 以及德隆地维斯特和沃利斯泽比亚克两名角色球员 正是这笔交易彻底成就了雷阿伦的伟大生涯 因为他与皮尔斯加内特组成的绿军三巨头 在合作的第一年便成功登顶 如愿收获生涯首个总冠军戒指 不过随着三巨头的年龄增长 以及各路后起之秀的成功崛起 绿军三巨头的竞争力也开始逐年下滑 到了2011至12赛季 雷阿伦由于伤病影响只打了46场常规赛 场均可以得到14.2分 3.1篮板2.4助攻 起起伏伏的表现让他的主力位置被年轻的布拉德利占据 而球队管理层为了避税 也在该赛季试图把雷阿伦交易出去 虽然最终没能成功 但雷阿伦与球队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 赛季结束后 雷阿伦拒绝了凯尔特人提供的两年600万美元续约合同 从而决定试水自由市场 尽管当时的雷阿伦即将年满37岁 但是依旧有不少球队 希望得到这位经验丰富的冠军拼图 最终迈阿密热火成功煞出 他们向雷阿伦承诺不会交易自己 并且给予足够的出场时间和重要战术地位 最终热火队以两年63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签下雷阿伦 接下来的故事想必大家也十分清楚 2013年NBA总决赛第六场最后19秒 雷阿伦命中了职业生涯最为重要的一季三分球 那是一季足以改变联盟格局的三分 不管是对于雷阿伦本人 还是詹姆斯 韦德 邓肯 麦迪等球员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热火队在接下来的一个赛季 没能实现未免 39岁的雷阿伦 在接下来的两年一直处于半退状态 虽然期间有不少征冠球队邀请雷阿伦付出 但是生性骄傲的雷阿伦 并不想再板登席白混一个总冠军 最终在2016年11月1日 41岁的雷阿伦正式宣布退役 回顾他的18年职业生涯 累计出战1300场常规赛 生涯总得分达到24505分 累计投进2973计三分球 十届全明星之旅 两座NBA总冠军 一枚奥运会金牌的辉煌成绩 也让他昂首踏进名人堂的殿堂 值得一提的是 每当听到外界评价自己 那上帝赐语的投篮天赋时 雷阿伦都表现得十分懊恼 因为他认为 这是自己常年月累 刻苦训练的成果 而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